陕县东寨村 平均海拔780米 处于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地区 59岁的赵首定 正在山坡上挖掘一种黄土高原上特有的黄土 这种被当地人称之为白棉土的黄土 是制作当地一种特色美食 面豆的重要材料 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赵十分清楚 村子东边这块山头的土 拥有着孕育美食的神奇力量 村子的另一头老赵的妻子赵粉菊 也在收集着制作面豆中所需的调味料 花椒叶 夏末时节 花椒树在吸收了整个夏日的阳光之后 花椒籽由青色变成成熟的红褐色 花椒叶也开始不断地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采摘下来的新鲜花椒叶在经过阳光的暴晒后 迅速失去水分 在蔬菜区的玉西一带 人们喜欢将这种极易保存的植物叶子 掺入各种面食中进行调味 经过一晚上的发酵 桶中的面团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活跃度达到了最高值 破裂的泡泡通常预示着面团 以达到制作面豆的标准 软了也不行 凝了也不行 自己都得整我吃 和好的面团内 盐 芝麻与花椒叶 以完美的比例均匀地混合着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 这团面将会在老赵夫妻的手中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只有初中文化的老赵 却深知机械拥有着改变人们生活的力量 这是老赵专门为自家的面豆 设计打造的一套机器 前后研究这套机器 以后研究我等我四十多天 就等我随时第一家 不成功我我不敢 钢铁铸造的机器 少说也有几十斤 但是罩粉局却显得游刃有余 因为这样的动作 它已经重复做了好几年 揉好的整块面团 经过机器的挤压 持续不断地从镂空的小孔中冒出 当面团变成黄豆大小时 撒上玉米粉 防止面豆之间相互粘连 随后赵粉局手中 这把特制的大刀 便会将刚刚成型的面豆迅速切下 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 如果稍有迟疑 面豆大小不均匀 将会给老赵接下来的工作 增加很多麻烦 如果说赵粉局操控着面豆的味道 那老赵的手中则掌握着如何让面豆变得酥脆的秘密 中国人对于吃似乎有着无尽的智慧 用泥土来料理食物 是人类对于美食的一种奇妙探索 在河南陕县 土同样有着烹饪美食的神奇用途 将成块的白棉土碾碎 反复筛滤成粉状 放入老赵自己设计的封闭式炒锅中 获得热度通过铁柱的机器传至白棉土 土达到什么温度能够下豆 只有老赵自己清楚 这温度这种皮 我自己感受 就看我手麻烦的味道 老赵家的面豆早就因为其酥脆鲜香的口感 而鸣气在外 许多人莫名而来 食客越来越多的需求 让老赵夫妻每天都异常忙碌 农历八月底 玉溪地区晚熟的玉米也已经成熟 老赵与妻子都是农民 春波秋收 今天老赵要赶着食节将地里的玉米收了 种上小麦 等到来年 这片地里的小麦将会转换为一颗颗的面豆 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